我認為這個遊戲真好玩 令我回味無窮 這個遊戲簡直激勵鬥志,激發潛能 對,真是可以激勵鬥志,激發潛能 不過你們提到結盟的事 我都要聽聽所有大臣的意見 如果他們反對的話,都未必能夠成事 你是主公,不是你作主 你想怎樣就怎樣嗎? 主公接管東吳的時候年紀很輕 所以他先興臨終祝福大臣附正 這麼多年以來,很多決策 主公都是跟大臣他們商量的 東吳有今天的穩定局面 都是所有大臣的功勞 去到重要大事,我都要尊重他們的意見 應該的 應該是應該 不過,主公,請恕老叔直言 群臣偏安多年,安穩度日 我知道大部分都不敢輕言徵戰 更何況結盟曠地 主角軍師,你口才了得 或者你可以遊說他們 好,就讓孔明去遊說 吳後北邊說的話 孔明也可以據理力爭 書國軍師果然是明白事理的人 老軍師,立刻飛鴿傳書 照宮錦回來參與其事 是 說我多口問句吧 這個宮錦好像很重要 是什麼大人物? 就是周瑜,周都督 當日先興臨終前祝福我 內事不決問張超 外事不決問周瑜 所以結盟與否 周瑜他們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 諸國軍師要說服這麼多人 那真是諸國亮涉戰群愚 司馬謀事,你好文才 題目起得好 多謝你羅冠鐘,是你捨得好 臉書在哪兒 我一直回到 都把詞曲疑 你卻有得好 好,你別在乎 來吧 太詞了,你affen不知 你 發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尝借禁於曹操百萬大軍抗衡 但反觀東吳兵精良俗 且有長江天險 竟然有人寧願屈塞寒袖 真是二笑大放 寒者二安, 戰者難捕 但是當日蔡夫人和柳松 貴順後亦被曹操殺害 可見貴順 只會自焦滅亡 東吳兵多長廣 吾厚能幹, 群臣多謀 如今是該行, 亦或該戰 相信大家心中有所 那群東吳大臣最初是頭兇兇 聽完軍師說之後就頭兇兇 軍師, 你的口才真是神級 孔明輕說出自肺虎 聽起來才會這麼有說服力 小姐姐, 那就碰硬吧 老軍師, 怎麼樣?是不是全部贊成? 原先九成反對 現在一半贊成, 一半反對 已經非常了得 有幾位好頑固的老臣 都被諸葛軍師說服 但一半半還沒夠票 如今這樣的結果 吾厚會很為難 諸葛軍師無需太過失望 因為還有周都督未表態 愛事不決, 問周瑜 沒錯, 都不可以安穩這麼多年 都是周都督包房有道 訓練水軍有成的功勞 連曹操也幾句三分 不敢謀言揮軍南下 那就對了 他一向幫你老闆吾厚做事 吾厚也想結盟, 他沒理由說話 況且訓練得水軍, 當然想打 說話了, 不是練得這麼辛苦 算是港男嗎? 周都督明日就會趕到回來 結盟與否, 就取決周都督 各位請坐 周都督請各位稍後 燃直已經為大家準備緊了 有了 都算適當, 一邊吃一邊談 這個周瑜也算有誠意 大人什麼, 無論如何都要擺寬 他要立下馬威, 讓我們處於下風 在下周瑜, 有失軟盈, 抱歉抱歉 請坐 我們東吾的菜偏甜偏利 而你們京州的菜偏辣偏鹹 我擔心你吃不慣, 所以我就吩咐了掌線 把菜式調較到接近京州的口味 但是掌線做得還未夠盡善盡美 我要自己親自進廚房 打點一切, 重新再做 以致來自助, 請見諒 周獨獨心勢如塵, 孔明佩服 待客之道本應該就是這樣 大家起筷, 請 碟碟菜也不同 連我喜歡吃魚也知道嗎 司馬謀士喜歡吃魚 你的美西湖醋魚是為你而煮的 謝謝… 崔謀士喜歡吃辣 而諸葛君師就不喜歡太甜 招待貴客, 又豈可不知道貴客的口味 吃飯都調查得這麼清楚 真是全服你了 諸葛君師你們是貴客之中的貴客 宮僅又怎敢怠慢 素聞周獨獨學識冤薄 天文地理, 琴奇書畫 無所不適, 真是要向獨獨討教 客氣客氣了 好命理東吳, 最想遊歷見識的 就是東吳英雄豪傑的風流如雲 好像鑽珠就是我極其欣賞的 鑽珠像吳王寮, 用的是如長傑 鑽珠肯斥成功 將殘暴的吳王寮除去 換上人口的公子光 百姓得享太平 道歧往矣了 事是往昔, 精神是金人 抗暴乃二舉, 人人皆應孝煩 殘暴者, 古有吳王寮, 金有曹操 我太疏忽了 有佳謀, 有喜可無味酒吧 來, 把酒來 你們荊州有朝張 我們東吳就有吳禮 大家品嘗一下吳禮 好喝 吳禮的祭花有五齊 飯齊、禮齊、岸齊、提齊、尋齊 這五個步驟 酒才會酒色酒香俱全, 味興如花樂 照張和吳禮其實同樣都是風光酒 風光然後再雷青, 之後再風光 同出一圓 所以東吳和荊州都害懷同出一圓 那就是兄弟了 兄弟應該是一條心的 結盟就對了 不知道周到獨對結盟有什麼看法 雖然方法是一樣的 但是吳禮的風光日子要長達三年 比朝張長得多 主公 拜天 拜天 大家無需多禮 本來我早就來的 是張超一班大臣抓住我義士 不要緊, 還有第二個局 沒錯, 第一局 書在下孤陋寡文 這種遊戲我從來沒玩過 不會玩不要緊 總之就喜樂無窮 光緊你聰明絕頂, 一學就懂了 三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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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炒人… 炒人這麼開心 難怪主公說奇樂無窮 三炒 四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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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心淚 大… 戒鑽煙, 最後一隻 大… 我贏, 我贏 輸十隻 周都督, 你出闢我就贏了 為什麼不出闢? 我不想你連續贏這麼多局 你們真帥 三, 四, 五, 六, 七, 九十, 夕女傾 花 沒理由用四條碟打你花, 我忍 大… 四, 五, 六, 七, 八 剛才花也不打 沒理由現在出四條碟打你蛇 多大都再忍 大… 運信沒出過牌, 搜牌 大 三條三, 我贏 真的有三條三 怎麼搞的? 握四條碟打的衣服, 吵 也對, 跟三個世上最聰明的人玩 他們又會結盟, 該我輸的 都督, 我知道諸葛亮 涉賤群如當日 何道根本並無於失 當日何道的確暢通無阻 為什麼都督要故意不現身? 知不知道什麼是遺棋必勝之道? 當然是自己下棋時的佈局 自己的佈局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連對方的佈局都尿如指掌 當日我不回柴桑 是故意試探諸葛亮的實力 若然諸葛亮連一群大臣也說服不了 豈不是無謂浪費時間去見他呢? 都督高見 而且若果我當日現身 就真的等同於要立即要為結盟的事表態 如今我反而可以盡可攻, 退可守 結盟與否一切盡在我掌握之中 正如今日的奇告 一切勝負亦都在我掌握之內 都督果然厲害 哈哈哈哈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Subscribe 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